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来跟您聊天了 最近有一部电影又火了 讹渣 不知道您看见过没有 到电影院里去看一看 回忆一下传统故事 小时候就有这影片 也是动画片 这些动画片呀 其实是伴着一代一代人成长 这几年动画电影越来越多 甚至有些以前的 这个日本的漫画 也都在大屏幕上 重新的在放映 说实话 一代一代的这些大人 其实心里边都住着一小孩 甭管多大 他都是看着这些动画片长大的 最起码还保留着一个童心的影子 正经说起来吧 其实我这一代人啊 就是也是看着这个日本动漫长大的 只不过那会儿不叫日本动漫啊 那时候叫小孩片 而且差不多都十来年的时间差啊 就拿这个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特别火的 有这么一个片子 叫恐龙特辑可塞号 那这片子来说 这片子在日本啊 其实是1978年 人就开始播了 山西电视台 山西电视台1988年 才把这片子给引进过来 引进的呢 还是那意大利版的 还不是那日本原版 女主角呢 叫阿尔塔夏公主 这阿尔塔夏公主的扮演者呢 日本人啊 叫村野奈奈美 1958年 我是69年的 那你就我还得叫个大姐 比我大十多岁呢 不过呢 单从传统艺人的角度上来说啊 这些片子 其实眼来眼去啊 都没跑出去评书的套路 这怎么叫评书套路 我跟您说呀 传统评书有这么一路过 叫做公案题材的 怎么叫公案呢 你想是包公案呢 像鹏公案呢 施公案啊 包括什么侠义英雄传 雍正建侠图 就这类的评书 您想想 这类评书 这情节都是怎么设计的呢 最起码开头啊 就是大人奉旨查案 微服私访 或者是敲锣打鼓的 就到地方查案 然后就开始 要不大人什么东西丢了 比如什么镯子呀 奉旨查案的圣旨啊 什么金牌呀 上逢宝剑呢 之类的东西丢了 让人去找去 满事也找 要不呢 就不丢东西 就是大人受伤了 中毒了 怎么也得找解药去呀 这两个套路用烦了 就是没辙了 那干脆就把大人丢了 这丢不了别的 把大人丢了 大会儿再找大人去 他找的过程当中 发生一系列的故事 反正讲来讲去 都是这点事 换汤不换药 就是这么个路数 日本人拍那小孩片 差不多也是这路数 远的不说 就说这九十年代吧 九十年代有这么一篇子 这叫圣斗士兴史 城库杀之 就是雅典娜女神的那个化身嘛 跟这动画片里边的行为 这个算是道上最高的了吧 啊 可是您看 要么就是把这个射手座的黄金圣衣给丢了 要么就是让人给逮走了 捆着跟冻子似的 跟那儿 等着人救 要不就是胸口上挨了一箭 躺着也昏迷不行 什么兴史啊 子龙啊 这帮人在 闯十二宫 在救他 这闯宫就闯宫呗 还得计时 还得有时间限制 明明什么青铜级的 干不过这黄金级的 让人揍的跟烂酸梨似的 到时候突然之间 小宇宙一爆发 赶紧逆袭成功了 你看 日本的动漫大部分 从开始 你就是讲一个普通人的故事 到最后逆袭成功 所以说 他们那些片子呀 都很励志 用今天的话说呢 叫中二 很然 其实呢 要说起来 日本人 也有跟咱们不一样的地方 你看中国的这些小孩片 但凡扯上 找 扯上这类话题的 一般都是找妈妈 有代表性的 什么咱小时候看的 小蝌蚪找妈妈 再往远了说 中国有神话故事 那叫牧连僧救母 那也是找妈妈 人家救的也是妈呀 还有宝连灯 陈香 披山救母 包括咱们这个 现在提的 祖国 母亲 那肯定是 祖国呀 母亲 是吧 好像没有人说 祖国呀 父亲 没有这类提法 跟妈 更近一些 可能是人的一种天性 就拿回家这事来说吧 你推开门 多数人一进门就 妈 对吧 他先叫妈 包括走大街上 你甭管是哪 窜出一人 吓一跳 就这时候 肯定是 哎呦的妈 他也是叫妈 没有哎呦的爸也 就不可能 这就是人的一种天性 哎 可是日本人路数 跟咱真还不是很一样 人家经常就不找妈 找谁 找爸 宫崎骏 有这么一个千语千询 拿这来说吧 这故事 跟日本民间传说的 这龙子太郎的意思差不多 都是大人 吃了什么东西了 变成什么动物了 然后这孩子 想办法 想方设法的 类似于唐僧取经似的吧 去救大人 最大的区别就是 龙子太郎光救妈 千语千询 就是连妈带爸 一块救 是吧 1985年中国还引进了一个日本动画片 叫咪咪流浪记 那就是光是找爸 没妈什么事的 你要是不知道咪咪流浪记 这动画片 您网上查一查 可能也可以 我这么着吧 我给您放首歌 这歌一听 您肯定熟悉 您肯定能找到当年的感觉 您听听这歌 这首歌 其实我到现在也没闹明白啊 这首歌的正是名字叫什么 当年反正都管他叫找爸爸 这大伙印象很深吧 因为这首歌太有特点了 跟咱们这个习惯的思维方式不太一样 当时唱这歌的这小姑娘叫孙嘉兴啊 是地道的北京的孩子 1983年中国引进了一日本动画片 叫聪明依修 70后和80后对这个动画片应该都特别有感情 看得熟不熟的了 孙嘉兴也是给依修唱主题歌的 后来就火了 成了儿童歌曲的这专业户 后来像什么 那个又引进的花仙子啊 黑猫警长啊 蓝精灵啊 咪姆啊 咪老鼠和唐老鸭 还有刚才说的咪咪罗浪记 这些动画片的主题歌 就都是他唱的 他90年代了 孙嘉兴不唱了 电视台引进日本小孩片啊 这个传统依然没变 后来又引进什么七龙珠啊 大白鲸啊 小飞龙 机器猫 柯南 太空堡垒 奥特曼 这我一说大家都熟啊 这些片子陪伴了 这个 从我开始到一直到现在啊 中国几代孩子的童年和青年 说起这些日本的小孩片啊 实际上有个挺好玩的事 直到咱们聊两句啊 想象未来 实际上是好多日本小孩片的主题 这也算人的天性吧 小的时候咱们肯定总是想未来怎么样啊 长大了以后怎么样啊 哎但是真的等人长大了 长老了 那就开始不想未来了 那就开始怀旧了 啊 这人岁数大了就老想 过去怎么样啊 我小时候怎么样啊 哎 实际上想来想去啊 这个想象的未来 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了现实里的过去了 您就拿七十年代末引进的那个 叫铁壁阿童墓啊 您还有印象吧 就拿这篇子来说 他设想的故事那时间啊 那时候说这在遥远的二十一世纪 有这么一位爱科学的这个好少年啊 善良勇敢 拥有十万马力 七大神力 上天入地 无私无畏啊 这个歌词里边都写了啊 这个捍卫正义 是吧 但是您现在掉过头来想 动画片里的阿童墓啊 这这个大现神威那个年代 不就是今天吗 二十一世纪吗 是吧 还有那个恐龙特级可赛号 人家上来就告诉你了 在那遥远的二十一世纪 有这么一群勇敢的人 要驾驶着可赛号 穿越时间随道 去拯救地球 不就是这个吗 二十一世纪 那演可赛号那会儿 我也就是十七八岁 当时就想 你说这二十一世纪 它得是多老远的事啊 是吧 等到那时候 咱们这世界上 得变成什么样 其实那会儿 我别的不惦记啊 成天就想弄一个 可赛的帽子戴的 什么叫可赛帽啊 看过那个 电视剧的那个动画片的那人 咱们都有印象 可赛戴的帽子 实际上就跟摩托车 那头盔差不多 圆的塑料的 红色的啊 就护目镜那块是黑的 透明的啊 能看见外头 可赛不就带那么个玩意儿吗 是吧 小孩一块玩 女孩实际上那时候都愿意当 那个阿尔塔夏 那男孩就甭说了 都愿意当可赛 脑袋上带那么一玩意儿啊 嘴里还有一套顺口溜 可赛可赛上街买菜 格德米斯坚决不卖 阿尔塔夏偷壳白菜 这就顺口溜 小孩呀 瞎说 他说着说着 转眼三十年就过去了 啊 可赛那个日本演员 叫大西彻野啊 啊 还特意跑到石家庄 跟中国观众还见了个面 打了个招呼 咱也不知道 这哥们是坐飞机来的 还是让人间大炮给绷过来的 反正有意思 你要说最有意思的呢 还得说是那个太空堡垒 其实最早啊 这动画片有三个名 啊 这个 一个叫超时空要塞 啊 另一个叫超时空奇团 还有一个叫机甲创世纪 这仨谁跟谁都不爱着啊 这日本人拍的 每一个呢 可能也就三十来集 后来这个美国人 把这片子引进了 美国人把这三个动画片 引进以后呢 按美国当时那个习惯啊 播放习惯来说 这一个动画片三十来集少 啊 人家要播的长 所以美国的导演呢 就把这三个动画片啊 重新给穿了一下 穿成一个了 啊 其实中国人熟悉的这个太空堡垒啊 实际上就是美国人改编的那版本 1991年的上海电视台引进了 啊 播放的时间正赶上 70后80后上中学上小学 七年以后 电视上又重播了一回 啊 重播那时候 正好是90后 正好是90后开始记事了 所以说这部动画片可以说是三代中国人共同的 童年记忆 直到现在给他网上还挺火 啊 您还记得太空堡垒开篇怎么说的吗 啊 1999年 一艘先进的外星宇宙飞船降落在地球上 各国联手组织力量 开始维修 2009年飞船修好了 女主角丽莎登场 那年24岁 是吧 其实说起来太空堡垒 让我想到一事啊 又是一片子 就想到了前些日子 吴京主演的那个流浪地球 这电影呢 设想啊 这个事情发生在时间是2075年 我跟这实在想象不出来啊 等到2085年 2095年的时候 要是人再看这电影 会是一个什么感觉 会不会跟咱们今天看那太空堡垒差不多啊 这可能就是应的那句话了 只有回不去的过去 没有到不了的未来 就我们今天这些日子 30年以后 您要再想起来 真的跟做梦似的 那是千语千询的最后 女主 总算把那父亲给救过来了 然后按童话的传统套路 这三个人手拉着手 离开汤婆婆的魔法小屋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可是就在一只脚 迈出这魔法小屋的这时候啊 这千询 就把以前的经历忘了 最后也闹不清自己 到底是做了个梦 还是真有这么回事 浮生若梦啊 我就琢磨着 这就是导演 其实就是想告诉观众的东西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 其实就有差不多的说法啊 像庄周梦蝶 这成语您听说过吧 庄子有天吃饭 吃饱了饭困 睡着了以后 梦见自己变成蝴蝶了 到处飞 到处踩蜜 这还挺高兴 醒过来的时候呢 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自己 是蝴蝶 还是庄子 眼下这日子到底是醒着呀 还是做梦 弄不清楚了 这其实人的日子就是这样 过着过着 好多东西慢慢的就忘了 十年以前 二十年以前的日子不说啊 咱们就您现在闭着眼吧 您就是想想自己去年的 今天在干什么 恐怕有大多数人都想不起来吧 那个感觉实际上就跟做梦差不多 我再说啊 为什么这个魔法小巫 这叫汤婆婆的小巫 这说法其实也是从中国文化套过去的 我觉得是这样啊 中国古人认为人死了以后都得转世投胎 转世投胎以前 还有道手续 什么手续呢 就是喝梦婆汤 喝着这梦婆汤的人啊 就把上辈子的事都忘干净了 剩下来又是白纸一张 从新开始了 对吧 所以有的人说 有人说我不想 我不想把那些过去的事忘了 怎么办呢 您有工夫可以常来咱们迁道 聊聊天 聊聊过去的事 这个往后的事咱们不管啊 下辈子的事那不是咱想的事 对吧 这辈子的事最起码咱们可以把它多聊一聊 把它聊透了 咱们有个回忆 好吗